嘿喲我是小青台界阿佑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 側滾翻 另外另外 我們還要挑戰 全程都蹲著 教你們怎麼做側滾翻 第一步 我們先找出自己適合的側滾翻方向 先往右邊 再往左邊做一個看看 那我先來試敗一次 OK 我已經感受到我適合什麼 我適合右邊 第二步 我們已經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向之後 我們先蹲著 在滾的時候呢 不要用屁股來滾 用背 那我來示範一次 第三步 蹲起來 剛剛為什麼做了沒有辦法蹲呢 是因為你的轉速不夠 那要怎麼增加轉 首先在滾的時候 要把腿縮起來 第二個更重要一點 你可以用你的側腹 這邊去夾它 在縮的那一瞬間 就下去轉 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提醒 做的時候不要做成弱 護身 要正的滾 不能斜掉 那你要怎麼檢測你有沒有做斜呢 很簡單 再做完之後蹲著 看兩腳有沒有平 跟你的出發點在一直線上面 如果是歪的 要盡快修正 ok 前滾 側滾跟弱 這三個東西其實都蠻像的 但是它的差別就在於他們角度不好 如果以背來講的話 前滾是直的0度角 那弱呢 就是45度 側滾會是正的90度 他們就是這三個角度 所以千萬不要搞混 這三個東西都要做得非常明確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追蹤我們的IG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每週二固定上傳新的教學影片 欸!小心台階 謝謝! 請問你嗎? 那請問這個呢? 這個是前滾翻喔 它是直的 喔 OK